泽塔 听说你受伤了 我带同学们来看看你 就是一点小伤 你们怎么都来了 哎呀 泽塔 别客气嘛 我们都是同学 别这么见外 哎 泽塔 你的手都这样了 手机应该是用不了了吧 是 是不怎么用了 那这样吧 我先拿回去用一阵子 等你手好了再还给你啊 这 杰德 你怎么这样啊 泽塔 一定要好好休息 伤筋都五一百天呐 你这游戏机 我看着都放了好久了 这样吧 我先拿回去帮你玩一玩 要不放久了就坏了 银河 你怎么这样 太过分了 泽塔 听听听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哎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什么都不要 你看你的手都这样了 少学肯定不方便 我就帮你把班长的职位词了 现在 班长是我的 以后有困难 记得找我哦 是哦 我不是班长了 我总是 泽塔 同学不都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班级好 自从你请假在家 我们班的平均成绩 蹭蹭蹭的上涨 啊 所以啊 你还是在家多休养几天 也算是你对班级做出的贡献呐 对了 针对你的康复 我们还为你定制了一套计划 你看看 早上九点起床 俯卧成一小时 午休起床 怪兽训练场训练两小时 晚上夜跑两小时 怎么样泽塔 我们考虑的够周全吧 你也不用感激我吧 记得请我们吃汉堡就好 那我们先走了 你好好养病哦 我再也不要生病了 我再也不要生病了